看这个城王直接往这儿跑了 看见没有 它这个逃跑的深度还挺厉害 只要是这样挖的话它也能挖出来 差点就跑了 我直接捏着它这个头出来了 就差那么一点 要是再挖慢的话就直接 溜至大吉了 这个城王还是挺完整的 这龙虚菜也是挺大的 像这么一组 一顿都吃不了 这种就不是龙虚菜了 这种就只是海草 用热水一烫都会发粘掉 这个不要 只要这种 看一下 就跟那个龙的虚子一样 这家伙练瑜伽练的是绝对厉害 腿在这 不对它不是弄错了哈 这是胳膊这是头腿在这也没啥功底啊 这个太小了 我不喜欢小的 我只喜欢大 行 放你一条生路吧 走吧 再去那边转转 潮水也退下来了 像这样的大摩哥 它都会咬舌头 看见没有 它都是把舌头送在泥里边 我也不知道它是吃啥的 反正泥里边有它喜欢吃的东西 只要捏得快的话 它都会咬着它的舌头 现在还会咬住呢 是不是特别疼啊 不过这种毛鸽是特别好吃的 这么大个也是顶天了 这一块也不小 这一块也特别长呀 都聚在这绳上面了 要是没有这些绳子的话 它就没在沙里面 就跟那海灰差不多 根都扎在沙子上面 这样的话它就海浪吹不走它 没有根也能活 只是它扎在泥里边 等浪怎么打它都走不了而已 这是一个海葵 在这呢 看 有点粘不冷 我估计是水冷的原因 要是夏天它就那个再放了 就跟那个花一样 这应该差不多了 哦哦 我还以为小的呢 我拔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大呀 看一下 太长了吧 我刚才正以为就一小点啊 我都没在乎它 我裙子拔不出来就拉倒了 哇塞 这个是不错 相当完整而且 不能用手来衡量了 就是沙有点多 它用手来回仗一捏不就硬了 先回家再洗吧 这可好吃了 这个 带着了 这是一个冒烟螺 上面还有脚印 这谁在这边吃苹果 看 这苹果撒了一地 就是没看见这个冒烟螺 哎呀不知道 它的眼睛是打掌的 哎不敢说也不敢问呢 怕人家逗哎 来吧 看在这 见证奇迹的时刻 捏水 其实捏水是最好玩的了 大过年了也没压力啊 就是为了玩 个头还可以啊 行 再把你那个洞给你平一下吧 感觉你也不容易 躲过了这一个 没躲过那一个 这个称王喷水喷的挺多的 像这样的 全由它碰着水刮 这种就得把它挖开之后 再撒烟 来 等它三秒钟 不出货的话 就直接开整了 整吧 估计它也是对面已经 哎 挺大哈 对面已经形成了那个 抗体了 在这地方开挖就可以了 只要是说找到它的行动轨迹 基本上都跑不了 它们基本上一般 磨砂的话都得磨到一米多深 你就得在半路把它叠糊 应该它是跑不了了 刚才都已经给它挖出来了 它就是在洞口里边不出来 它的鼻子还掉了 挺小的这个鼻子 不要了 把这个称王留着就行了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